欢迎大家来到龙王直播间 龙王是个灵异主播 叫上小天文下小地理 三教九流无一不知五行八座 无一不晓 上小八百载后小五百年 天上的事知道一半 地上的事全知道的一个主播 也是一个解读天下之灵异的主播 今天给你们讲讲 这个孙悟空的前世 有人骂龙王 差五你骂 孙悟空有前世吗 有 孙悟空的前世叫什么呢 在风神帮里面体现过 孙悟空的前世 就是咱们说 眉山七节之首袁弘 当年袁弘能耐很大 叫江子牙跟袁弘交手 根本就不是个儿 最后江子牙找来了杨二郎 杨俭杨二郎 杨二郎跟这个袁弘打了 这个三天三夜 不分胜负 最后后边江子牙手持打身边 住了一下 这才勤到袁弘 而江子牙也杀不了袁弘啊 江子牙说那找谁啊 找他的师父原始天尊 找来袁弘 那个师父 我杀不了袁弘 那么那个 能不能教我一办法 这原始天尊当时说 你可以加某个人的微信 叫加龙王的微信 前龙521941 买龙王一张符咒 将能杀得了袁弘 当时这个江家说 师父我不忘微信 不忘微信 那就那就找另一个人吧 找谁呢 上古大仙路亚 找上古大仙路亚 这个江子牙就来到了路亚人前 说是那个路亚手上咱们都知道 有一个葫芦 这个葫芦叫斩仙葫芦 江子牙来找到这个上古大仙路亚 说是那个路鼠 那个能不能去帮我斩一个人 说是斩谁呢 斩袁弘 上古大仙路亚就随着江子牙来到了袁弘跟前 拿出葫芦 对不对 那个打开葫芦 说请葫芦给我杀了他 这时候葫芦里边就飞出一把刀 削去了这个袁弘的脑袋 跟袁弘的胳膊 还有袁弘的腿 这时候上古大仙路亚把袁弘放在了一个图画里边 就扔在了空中 告诉杨瓦郎说是1800年之后 他将你与你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后来他们都说这个袁弘的头变成灵明石猴 袁弘的肚子变成六耳迷猴 袁弘的胳膊变成了赤鲍马猴 袁弘的胳膊变成了通壁袁猴 袁弘的腿变成了赤鲍马猴 这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有四种猴子不在三界有五行之中 因为他在路亚的画里边 因为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就讲在这 预知下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再见